我在4月的时候 不是说自己订了一个弯带新系列 BN Figure DX的元祖对决扎古的雕像吗 真的是让我望远鱼穿了好久 时隔万年 今天是终于到了 作为官方第一款雕像集的情景手办 我还是非常期待这次的表现如何 当然大家也请多多点赞收藏分享支持一下 包装方面产品采取了一个大尺寸的彩盒 外面已经是印制上产品的多个视图和细节特写 咱们打开包装以后就能看到 在内部并没有采取手办的吸塑封装处理 还真有雕像那一味 不过在你组装的时候 因为主体构成并非是竖纸 保力石 PVC也仅为一部分 加上静态手腕不含关节内构之类 这一上手感觉是非常轻的 相信入手了的朋友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目前就是组合完毕之后的完整形态了 这款雕像万代官方宣称为高达史上 第一个豪华玩产品场景手办产品 这一局虽然涵盖了诸多要素 但是按照我的理解 凸显情景感的主题应该加到里面才更为准确 雕像造型方面采取了元祖高达 对聚扎古2的情景瞬间 如果是UC机缘的老观众 我相信对于这一幕应该不会感觉陌生 就是0079第一集里两个扎古2来混混人 阿姆罗第一次驾驶元祖高达 在扎古2轻敌劈砍之际 一键捅包了驾驶舱 白色恶魔的传说也就此揭开帷幕 我个人感觉既然BNFIGUREDX高达主题 以0079第一集作为开端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后续作品 还会出现其他的名场面 而在古早的动画风格衬托之下 回到这次的雕像造型 则是新时代截然不同的设计了 单个主体比例是要比MG级别大一些的 配合上底座的整体高度 加上光剑的最高点 也是来到了40多厘米 想要放到柜子里面 能够收纳进爆甲后的PG独角兽 是基本条件 而这款雕像是由咱们非常熟悉的 异端高达的设计者 阿九金润一老师团队担当的立体机设 由经手SEED的设计师 诠释UC经典机体 也绝对是一个很大的看点了 比如元祖的腿部 就可以看到一点异端风格的弧形处理 而同时 原本棱角分明的脚掌 也多了一点SEED系的扁平风格 元祖方面的造型处理 我感觉还柔和了一定PGU的新的细节元素 并且在形体方面进行了新的创作 除了这个腿脚之外 像是出气口的造型 胸口的轮廓 很多细节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轮廓修改 因此在远观之下 即便保持在规矩形体之下 也能看出一定的脚尖感 即便不用像动画片里那样 采取夸张变形的作画 动视方面也有一定的增强效果 而扎古这边的处理也是相当的恰例 我说的这个是MG扎古2.0路战型 也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模型 这个造型处理还是以简洁的量产风格为主 而今天雕像扎古2外观方面 一改质朴风格 外甲方面增加了很多起伏的细节 割裂结构 出气口的设计 撞钉的独立金属色分色 甚至还可以看到后腰类似脊椎造型的散热口细节 一改炮灰属性 这个状态绝对是可以担当专用机级别的特殊造型了 不过作为静态产品 扎古这边有做抬肩以后的一压杆细节填充 但是圆祖肩部关节的结构处理就具体简单了 同时在腰部侧排以后 内部缺乏填充也会显得有些空 这个位置是之前官图没有爆料出来的问题 总之采取模改造型我还挺喜欢的 对于这样一组造型的表现 朋友们给大家几分呢 而另外无论是圆祖还是扎古 在部分外甲之下所展现出来的内构部分 也能看到类似一压杆这样的机械细节 并且也采取了金属色的分色处理 对于部分外甲之下的工画描绘也值得稀稀品味 同时除了固有颜色之外 两台GT表面都采取了大量的做旧涂装 自洗效果 扎古的外甲相比元祖带有更多的边缘干扫处理 并且再给出了外甲移印图案 标志也带有边缘的破损 在元祖刺唇扎古胸膛的一刻 扎古的监视器瞬间暗淡 高举的热能符也失去了乡下劈砍的最后机会 相比动画中刚刚启用的首次对战场景 雕像随给人的观感更像是两位酒精沙场的老战士 在打的有来有回之后 那最后一闪 让人感觉无比惨烈 毕竟这次元祖的光束军道实在是太长了 想要全身而溃更是难上加难 而这款雕像为了体现出区别人物角色的机甲清晰边界棱角细节 按照官方的描述是超过了200多个分件处理 所以在观感方面确实会和常规的手办产生明显的不同 变角很锐 除了两台主要机甲之外 在雕像的底座部分也有做出特殊设计 原左下门脚踏的地面采取了沙石质地处理 并且在扎古一侧做出了地势的高低差 配合上切面也给出了起伏处处理 而且还可以看到深陷碎石废墟中的作战小车 不过沙石地面的处理更像是被洪水冲洗过的油泥质地 应该配合一层消防质感更合适一些 同时作为SIDE7直面卫星的地表之下 也隐藏了类似线缆、管道、钢筋框架这样的机械细节 让地台部分也实现了复合材料的观感体现 弧面体座之下则是有两个像是木迹结构的橘形框架作为支撑 大弧度内腰造型配合上扎古元祖所构成的轮廓形体 最终也达成了三角锥形的构图 本不稳定的瞬间却形成了视觉平衡 以立体构成的角度去考量出发 也能让人感觉出设计方面是有些东西的 不过作为如此尺寸的产品 我还是感觉有些遗憾在里面 比如说当前无论是动势、张力、涂装表现 这个味道都很浓郁 但是在自然光照的影响之下 必然有些角度会有一定的阴影遮挡 如果说加入这个眼部灯效的话 或许更能凸显白色恶魔觉醒的味道 压迫感更强 而穿透胸口的光束军刀 扎古飞跃的脚步推进器的喷溅效果 如果说也能加入一定的光效 哪怕用一个浴片灯 想必也会成为点睛之笔 再或者地态四周也可以加入一些凸显形体的小射灯 我认为都是强化效果的方案 当然说来说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得加钱 所以动手能力强的玩家 到手之后自己改装配置灯足 我相信效果实现起来也不会特别费劲 发烧前是看了不少的图片 而另外像是虾米老师、瑞老师的视频里面 也已经暴露过样品的表现 我个人对于大货之后 这个涂装细节能达到什么程度 起初还是存在一些疑虑的 毕竟得看刘水仙大妈的心情 万一小孙子考试没考好 兴许就又中奖了 不过今天十五打到手之后 感觉和脑海中的预期差不多 像是漆面表现做旧效果 感觉都还不错 战损风格不确定的随机要素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并不会上升到光起漆面那种 钉是钉 毛是毛的程度 这几年的高达手办 还有景品 我们都见过一些 特别是1比24的巨型自由高达立项 阻碍我开箱的因素就是太大了 我周围真的是没有能展示的地方 而且这款40多厘米的Bin Figure DX 元祖对接炸鼓的雕像 我认为可以满足很多普通玩家的拆裂条件 而且在单纯站字的众多高达手办之中 这次加入了还原剧情的动式造型 特殊的涂装处理 并且还匹配了一定的场景元素 价格方面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对于这个系列 我希望万代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这样才有机会在Bin Figure DX系列中 看到其他更多精彩的瞬间 白在家里面也可以有一点高达基地的味道 过一段时间我可能还会多买一个白在外面 如果说还有下一款的话 那么你最希望出现什么名场面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